大家好,我是北春風琴 我是一個導演 也是我是一個演員 也是我是一個編劇 也是我是一個開餐廳的老闆 其實我有很多身份 但是我這次又多一個身份 叫作者 我又寫了一篇修 騎摩托車戴安全帽的那一年 1997 我成為翠台日本人 要出修囉 我在滋賀縣 就是一個關西地區 隔壁是京都 在隔壁是大阪那邊的 有一個鄉下 叫賈賀市長大的 賈賀是一個人者的地方 那邊是很鄉下 就是我們什麼都沒有 有的就是田的那種 在那邊我是健健康康的 打棒球少年長大 我1997年 8月來台灣 所以就剛好20年前 我在滋賀縣長大 然後我想去一個比較城市的地方 所以我住了大阪大概4年 我那個時候感覺是 日本就大碗太小 就是一個我想要再大一點 那個時候想東京 紐約 還有北京 然後我後來選了北京 大概1997年的2月去北京 然後後來發現北京太大 就是很不適合這種我鄉下的人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一個休假 剛好來台北看看 結果我後來發現 台北是對我來講 剛剛好的大小 然後一路住下來 24年 1997年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聽說是那一年的五六月開始 就是在台灣是戴安全帽的 而且名字叫安全帽 我心裡覺得哪裡安全 我大概買了書 買了一年然後每天聽 比如說一二三四五 然後那個什麼 媽媽媽媽 人家是聽了一年 但是我只會選的是 謝謝你的照顧 就這句話 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 我就只會講這句話 然後我到了北京也都不認識了 沒有人接機 但是我遇到有一個 看起來壞 但是好像有人就是有笑笑的 他說他有計程車 然後我想說那計程車就滿安全的 但是後來車子來了 就根本不是計程車 我就 Oh this is no taxi 他說 從後門打開 然後 就是一個Taxi的那個招牌拿出來 然後Taxi taxi 我不知道起了多少距離 但是他們要求是800的民幣 我自己覺得很貴 但是他有一張子說 這個距離大概800塊 然後我也很不甘願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講 然後就是最後 跟他們說 謝謝你的照顧 這個事情也是就 我的那個新曲 騎摩托車帶安全碼的那一年 裡面都有寫 現在回頭來看真的很好笑 被騙的過程是很難過你知道嗎 500塊的時候是那個時候的笑話 但是我800的時候真的 可能目前為止 因為那個紀錄沒有人贏過我 你可以用這個 coherence 我看得到 進點沒人贏過 我看見 好看 我們不見 我看見 他們留意